這個是藍色的是中古屋 我怕這樣子擋住你們 藍色的是中古屋的房價 慢慢走走走走到現在 每一坪57.3 利率從當初的 抱歉有點老的話看不清楚 10.7 這樣這樣這樣 1點多 你可以看出來這一張圖 你就知道為什麼 房價這30年漲翻天 利率這30年跌到谷底 因為利率越低借的錢借的人越多了 利率越低借的錢人越多了 所以你說早期那個領18%的 他是有他的歷史背景 為什麼放款 放款利率就十二十三了 你存款不用比放款高一點嗎 所以這個是有他的歷史背景因素的 這一張就可以看出來 利率跟房價走勢圖 好 利率低你要口袋有錢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要每一個月都要還你的貸款吧 你每一個月還你的貸款 如果你的薪資 你一個月可以還五萬 那你買的房價價格總價會更高吧 但是你看這一張圖 我那一張 我那一天 大概一個禮拜以前 我把這個圖慢慢收回來 收回來 不是有在找其他的工作 你知道我有找到台塑的工作 台塑一個月那個時候給我薪水多少錢嗎 我練機械的 我練台北公幹機械科 所以我薪水不低 民國76年 兩萬六千五百塊 公布的 當然我慢慢有加薪 慢慢我有加薪 經過了34年 房價 我第一個買的房子是在內湖 麗山街的公寓 你知道那時候一坪多少錢嗎 四萬塊 四萬塊 我六萬五千塊賣掉 你說哇 你還是放到現在 早在台都好 你都要來聽 所以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 我那個時候薪水兩萬八千五百塊 那個時候的房價公余一坪 五萬六萬內湖 現在薪資兩萬八千五百塊 內湖公一坪多少錢 五六十萬 七十萬 六十 後面多一個零 後面多一個零 所以我那天看到這張錶 我心裡其實是難過的 你知道嗎 經過了二十年 我年輕人怎麼買房子 他會給人家 他們都不會給人家